為什麼我腦裡只出了? Hey! 大家好,我是Ricky克三 2018年來到最後一天 如果要你講回2018年你做過的事 你又講得出多少件呢? 今天我想跟大家做一個回顧 究竟我2018年裡面發生過的事有多少 我每一年都有一個習慣 就會寫下究竟我未來這一年想做的事是做什麼 今年我發覺原來我自己都實踐了很多 應該是超過了100% 當然有些事不一定是這樣跟著路線去的 但有些東西有少少推動了之後 然後又演變了一些新的東西回來 對我來說根本上的事有很多 大開眼界 以及認識到很多新朋友的一年 以下下來好想跟大家分享幾件大事 你會不會因為其中這些事情而認識到我 又或者我認識到你呢? 第一件事,街頭改造 街頭改造對我影響太大了 但我記得2017年10月的時候 拍了我第一集的街頭改造 然後呢,不知輾轉接不接 我2月開始跟Expedia有一個合作 那就12個月,12個城市 接著每一個城市找兩個人 我做街頭改造這個原意呢 是希望可以告訴觀眾 其實街上的男生 你隨街執都可以幫到他有一個很好的變化 而同時我覺得這個目的達到了 因為大家都看到變化真的很大 但第二件事令到我最驚喜 而最沒想過會拿回來呢 就是我的眼界 一開始都會請我成檸檬 但大家之後聽到這個節目呢 大家都很樂意被我邀請他做我改造的主角 最難的地方呢 就是原來你去到不同的地方那裡 跟你所想的東西是很不同的 其實你需要留意的東西很多 當地的文化啦,語言啦 會不會有什麼禁忌啦 交通啦 語言這一部分呢 我覺得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大家記不記得我慣常的開場白是什麼 你好啊,我想問你呢 你找開哪個髮型之前後髮的 那你幾百錢一次呢 對了,沒錯啦 我知道你太高的時候呢 我就預備定泰文啦 我記得的 困,搭本牌,啟奶 哈哈哈哈 現在我改造呢 也有很多東西引申的 不同的地方認識到不同的髮型師啊 不同的人之外呢 我去馬來西亞 開了我第一個海外的Fans Meeting 這是我對我來說很興奮的 因為有馬來西亞當地的朋友 志強啦,檸檬啦 Sherisa, Kelly 他們去幫我安排所有Fans Meeting 需要做的事情 整個旅程呢 你會覺得很窩心 還有很滿足的 加上我再去其他不同的城市 大家都知道我去那個地方 真的會走過來 跟我去拍照啦 聊天啦 等等的東西 因為加油鬼做這件事 令到我覺得 其實我們大家 人同人之間的互動是很多 不純粹只是網上 我拍了一段片 然後大家去看 而是大家真的會跟我過來說話 我覺得這件事是很窩心的 所以再一次在這裡 多謝我因為加油鬼做二認識的大家 因為加油鬼做年來認識我的朋友 多謝你們 第二天 訪問 今年我做的訪問很多 報紙、雜誌、電視、網媒 甚至去到馬來西亞、新加坡 我也有做到訪問 其中一個最深刻的訪問 也是大家知道我今年經常說的 其中一個訪問就是 TVB的星期日檔案 為何我腦裡面只是出了 33歲的導師黃幼誠Ricky 不說年紀啊 我從五六年前開始做男士化妝這個 topic 去到TVB的這個訪問 證明了大眾主流的媒體 都開始認同或者關注男士化妝這件事 我覺得這件事 是令我最感動的那個位置 我在這裡很感謝TVB的Joyce 就是跟我做訪問的記者 謝謝你 也都很感謝我本身無效的校長 例如李立宗老師和我好兄弟彭卓 他們令到我這個訪問 會變得更加有共鳴 令到大家不會這麼抗拒男士化妝這件事 因為話說我回我母校教我師弟 然後出來的反應 令到大家會知道 原來中學生是需要關注自己的儀容 每一個人出來社會都要儀容先 第一印象來的 所以這個訪問正正說到 給很多教育界的朋友聽 其實造型在中學來說 甚至學生來說是一個很重要的範疇 第三樣 workshop 今年我做的workshop 由大大小小的workshop都有 年尾做了一個很興奮的分享 就是跟演藝人協會 在youtube邀請我用youtubecreator 和makeup artist的身份 去做這個講座的分享 演藝人協會的會長是古天樂 我真的很喜歡 偶像 有Fiona 我真的很喜歡Fiona 我小小時候 床頭貼上了 那張poster 經常都看著她的樣子 有柳爺 Creeny 大姐明 有很多不同的朋友 他們都有聽 小小開始我都有發過明星夢 我參加過新手歌唱 比賽打wishers 我沒有入選 但我知道這條路 不是我要走的東西 因為youtube 邀請我利用youtube的身份 和這班artist分享的時候 我會覺得原來我選對了 那個感覺是很大的 另外 我又去過很多公司講座 例如emway 五六百人 即兩場過千人 大家的反應非常熱情 如果看到影片你就會知道 這些地方都是令我認識很多新朋友之外 也都印證了我自己 這麼多年來的一些努力 才可以去和大家分享 在workshop裡面 不是只有我講的 你們的互動才讓我知道 其實我講話 我的分享是有價值的 所以謝謝你們 還有一樣事情 不叫什麼大事 但是我覺得 我很幸運地 2018年建立了一個 我很喜歡的團隊 而我知道 如果沒有他們的話 我2018年不會覺得 那麼 fruitful 所以 我要很多謝你們 真心 Nata 浩文 剪金片的阿晴 Kimi Anne Doris Godfrey Bonnie Steven Sean Jackie Natalie Wally Haze Nicole Dior Andrew 我經常都跟自己說 我一定要做一個好的老闆 總之我不想黑博員工 我覺得責任感很大 我想他們每一天都過得很開心 這班同事 是陪我一起衝 陪我一起跑到尾 陪我一起實踐這些很瘋狂的想法 所以 沒有這班同事 不會大家可以看得到 這麼多面 這麼多不同的想法 的Ricky 那所以 再一次 多謝你們 真心 我怎麼說得好像頒獎之敗 得獎 瘋 2018年雖然還有很多事情發生過 但是 不能夠逐一逐一說 2018年 感謝各個朋友的支持 2019年 我們要展望 我又 已經寫好我整個2019年的計劃 我覺得幾件事應該可以說給大家聽 第一件事 就是 加油改造 亞洲之旅 是繼續發生的 那我還有些地點去的 例如 檳城 清邁 日本 台北 澳門 除了這五個城市之外 其實 加油改造 我們應該會有一些 變咒版 我自己期望對於加油改造 就是 可以將去生變成一個 電視節目 那怎樣演變成一個電視節目 我未知道 希望大家都支持一下我 可以的了 那 給我多一些在加油改造上面的節目的意見 改造真的可以幫到更多人改變他們的故事 第二件事 衝上香港 去東南亞更多的地方 2019年 我很想把多些時間在東南亞 我知道有東南亞的觀眾 有些在新加坡等等 我現在籌備 可能去你們的國家開班 拍一些節目 互動 你們有什麼想法 儘管跟我說 在樓下留言說 我就知道就可以了 第三件事 就是 我會將我化妝學校 擴展到網上 我知道很多香港的朋友 他們都會上課等等的事情 但是我知道很多海外的朋友 其實他們很想學到多些知識 但是沒辦法 而加上 你知道化妝這件事 不是純粹你看完就明白的 其實你很需要互動 或者我給你一些指示 你究竟怎樣去做 才會更容易 網上學校 就可以做到這件事了 所以 記得留意我2019年最新的動態 明天是2019年的1月1號 希望你都可以跟我一樣 用一張紙用紙筆 寫下2019年你最想做的事 我相信你都會有一個很充實的2019年 我一定來2019年的年尾 再拍多次一段回顧片 最後最後 多謝各位2018年的支持和照顧 多謝你們 2018年的10月開始 我就開始實行一日一片 到12月到今天最後一天 應該會結束我一段影片的頻率 做過一些research 知道觀眾的口味 會想看到Ricky 哪方面會比較多些 我亦都很想用多些時間 心機去製作一些好一點的製作給大家 所以呢 我們一天的影片要先結束 不過呢 我會繼續保持之前的頻率 每週二、每週四 是會繼續UP片給大家的 可能有機會 每週三都會有 不過 如果大家有什麼影片很想看的話 記得在留言告訴我 我是會真的看大家的留言 還有要記住 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還有按下的小鈴 我們Facebook、Instagram 和Youtube再見 拜拜 下次見 Happy New Year Yayyyy